中午的1點鐘要來關心 最新的消息 是檢方偵辦了金華城的案件 今天再度提訓了再押的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要來釐清金流的疑點 而歷經了兩個小時的訓問 柯文哲在中午的12點 還押台北看守所 這當中有什麼樣的重點嗎 雷劍主播張兆和 好 沒錯 原本以為 今天柯文哲二度被提訓 檢方有太多問題想要問他 以為是馬拉松式的偵訓 但是最後竟然變成一個短跑 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現在柯文哲已經還押了 而他的三名律師也已經離開 那這一次大家覺得太奇怪了 因為應該針對了土力 針對了金流 針對政治獻金 應該有很多問題想要問柯文哲 尤其這禮拜的時間點 包括提訓了非常多的在押被告 也約談了非常多的證人 照理來說應該有很多的問題 那為什麼只約談他不到兩個小時呢 現在外界就有一個說法 會不會是為了約談陳佩琪來做準備呢 還記得陳佩琪在昨天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他的金流怎麼樣走 他4800萬的這個商辦是怎麼樣 這或許聽在檢方的耳裡 他覺得怪怪的 所以今天再把柯文哲約來 來針對於陳佩琪昨天的一些講法 來做一個離奇 那如果都不龍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更順理成章的 可以把陳佩琪再次約來呢 來做一個訓問 那另外呢 現在大家也很關心 早上是柯文哲被提訓 那下午呢 下午部分我們現在有掌握了 包括應小微這禮拜三有被提訓 現在這個求冊已經開到女子的看守所 所以應小微今天有非常高的機率會到北檢來 是他的第二次的提訓 這其中還有幾個疑點 包括省慶經會不會是這一週的第三度提訓呢 另外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這幾名在押被告裡面 就只剩一個人沒有被提訓 他是應小微的助理吳順明 今天是禮拜五了 禮拜六日不太可能會再提訓 會不會今天也把吳順明給提來呢 這是我們下午可以來關注的焦點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近情況 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好 以上